葛丽玛在布拉格找到了隐姓埋名的 前511孤儿之家的院长 本来只是想得到当年内幕的他意外地发现 这个人很可能又在实施当年的实验 这种事他怎么做得出来啊 在德国和捷克的边境有条妓女街 身后传来了老人的声音 这些孩子都是从那儿出生的 还有一些是柏林墙倒塌后由于贫困被遗弃的 所以你将这些孩子聚在一起 继续着你的实验是吗 这时老人身后一个老妇人出现 她是负责做饭的保姆 很明显接下来的话不适合她听见 当老人将门关上后再次肯定地说 511孤儿院的实验是成功的 自己已经说了很多次实验成功了 没必要再继续进行 而这个成功让葛丽玛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老人接着说自己一手创立了教育系统 的的确确能培养出健全的人格 这就是成功 而教育又一次激怒了她 在她看来那些根本不是什么教育 那完全是人体实验 但是谈及专业的老人显得神残飞扬 什么是教育 创造出社会所需要的人 难道不是教育吗 实施什么样的教育 才能创造出社会所需要的人 教育就是实验 而511就曾经树立了高度的教育系统 然而这些话在葛丽玛看来就是强自多理 那么残忍的事竟然以具轻飘飘的教育 然而这次试惯自己的专业 老人他很不耐烦地打断他 你一个小小的狗仔只不过是接触过片面的信息而已 凭什么装出无所不知的样子呀 还有你那是什么眼神呢 葛丽玛被气得浑身发抖 最终他是长出一口气 他再次提起了孤儿院的悲剧 那里的孩子们自相残杀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成功吗 而对于这件事老人再次重申 那是自己卸任之后的事了 因为系统里除了变数 使整个系统疯狂了 对黑暗就是变数 憎恨虚无 破坏冲动 每一项都非常容易使人混乱 当时的五一一里 就是被这些东西所附身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某个少年的登场 但是这些话在葛丽玛看来 就是一片胡言 就是为了推卸责任 所有出自那儿的人 他们都缺了一个共通的部分 他们无法爱人 老人笑了 这可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指摘啊 该说的都说的差不多 所以他开门送客 但葛丽玛他不想走 现在的捷克可是民主国家 所以他要报警 老人在这儿根本没有经营公文院的资格 假如报警一定会被捕 但这话在老人看来就是想交易 他就是想以此来得到自己手上的实验资料罢了 听到这儿 葛丽玛突然长出了一口气 他让孩子们走吧 看孩子们有些呆滞 他提出 大家一起出去踢球吧 这一建议意外地得到了孩子们的认同 小孩子们欢呼雀跃地跑出了房间 公园上 葛丽玛和孩子们在一起踢球 突然他叫住了他们 刚刚的谈话 孩子们都听见了 所以他想说的是 自己不想交易 想去报警 那样的话 你们就自由了 然后他笑着询问大家 想不想离开这儿啊 而孩子们的答案很统一 不想 这让葛丽玛很失望 也很沮丧 难道他们不知道外边更自由吗 而小孩子们回答完后 又跑到一旁踢球去了 就在他有些伤感时 孩子们大叫着让他小心 因为球飞了过去 结果被砸到头的葛丽玛 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 当他在地上呻吟着喊唐时 这群小孩子则哈哈大笑 笑他训弊了 看着这些笑得前腐后仰的孩子们 葛丽玛有些不明白 为何大家看起来 是打从心底的快乐呀 这次他又想到了什么 他又是拎着行李包跑了回去 他需要一个答案 而紧随其后的孩子们 在楼下遇到了一个女人 长头发漂亮的女人 楼上葛丽玛敲门进入 本想谈谈孩子们的事儿 可映入眼帘的是尸体 保姆大使被枪杀了 他连忙往屋里跑 他也中枪了 老人还有口气 他挣扎着说是女人 身后的孩子们 对于老人中枪 一个个都是嚎啕大哭 而这一切都看在了 葛丽玛的眼里 这时老人接着说钥匙 钥匙卡片密码都在抽屉里 试验资料和录音带 在银行的金库里 而录音带是和某个少年 面试时的录音带 以及催眠法和药物注射 使他叙述自己的过去 那个带领511走向灭亡的怪物 听着身旁孩子们的哭号 老人突然问 如何啊 这些孩子有缺少什么吗 这个人对这些孩子 实施了与511完全不同的教育 憎恨虚无破坏冲动 老人想创造出 不为黑暗所动的人 所以他反问葛丽玛 你认为我是怎么做到的呀 爱情 没错 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发现 这是父母亲对孩子 非常普通非常自然的事 但老人 他最后倔强地说 不 这就是实验